为了防止深坡地遭到破坏 过去中央是订定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 也就是将标高未满100公尺 以及平均坡度在5%以上都列入到保育范围之内 不过因为早期的仪器不够精密 所以在大甲跟外埔地区就有187公尺的土地 因此遭到列管严重影响当地发展 而为此在地方明代的多方努力之下 可望在年底前来完成土地解编 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是中央为了避免山坡地 遭到破坏所特别定制的条例 但早期仪器不够精密 造成部分土地因为数值误差而被列管 其中位在大甲跟外埔地区 就有187公顷的土地受到管制 严重影响当地发展 发展整个工厂的企业也会有限制 居民的部分也有限制很多 因为比如说你要盖农舍什么的 都一定要到市政府去 所以说它的限制非常非常多 然后造成地方上很多的不便 然后尤其是这个山坡地的这种编制设定以后 它的限制真的太多了 地方表示过去中央政府因为仪器误差 将标高位满100公尺 与平均坡度在5%以上都列入保育范围内 不仅一般民众要盖务受到限制 就连企业设厂也要提交还评跟水保计划 才可以设厂 每年还要缴纳回馈金相当困扰 为此在地方民代多方努力下 希望寻求土地解编 不是山坡地被定义为缴山坡地 这个影响都市发展非常大 而且对于厂商要盖厂房 民宅要盖房子都很麻烦 还要缴回馈金这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市政府非常积极 在今年5月就送入政部 送农委会 希望说年代以前 如果顺利就能顺利改变 未来这个解编的土地 我们就会把这个解编的范围把它做公告 那公告以后就不是山坡地 以后就没有受山坡地的管制 对于山坡地解编地方都乐见其成 市府水利局也表示 目前台中市山坡地面积大约有16万公顷 经过清查后 大概有707公顷的土地渴望解编 范围包含外埔大甲大渡杀戮及乌日等5区 目前已经送交中央审核 预计年底前就可以核定解编 介绍武汉台中采访报道